查哈尔和平对话会研讨会现场于林涛社,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对话贸易战已有越于,双方针对各自出口产品都大幅加征关税,有来有往,不断升温, 这场贸易争端还将持续多久,又会对双方产生怎样的影响,日前,中国知名智库查哈尔学会,在张家口市召开和平对话会,以审慎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维护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与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史于周边,汇集世界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主题,邀请国内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研讨会上,中联部原副部长查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于红军表示,中美贸易战是全球贸易战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分量很重,影响比较大,天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包括整个国际社会都在高度关注。 他认为美国一家独霸,的格局终究会改变,多极化进程还会持续,世界在朝着民主化发展,全球化是不可改变的。 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人文、安全领域的交流对话协调合作是总趋势,所以在这种世界格局深刻变革,战略深刻调整,世界呼唤新的合作模式。 美国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代有冷战时代的痕迹的环境下,中国还是要坚持在维持恐固现有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前提下谋求新的发展思路,合作思路,寻求新的合作发展,联动发展新路径。 于红军表示,中美贸易战不会长期打下去,中方应该保持充分的自信,尽管贸易战向政治蔓延,向安全领域拓展,中美关系复杂性可能会超出我们想象,但是全球力量格局和战略态势决定中美之间不会出现全局性的军事上对抗。 中方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既有短期谋划长远考虑,既间招拆招又有主动出击,最大可能的利用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力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查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名誉委员贾庆国指出,应对中美贸易争端背后的挑战。 首先一个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是,在妥善应对特朗普,应对贸易问题上挑衅的同时,扭转美国对中国政治生态恶化的趋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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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